大家有同學問說 老師是不是我如果要真正的清除的話 實際上一般的撰寫是這樣 會用那個另外一個叫做colorindex 後面的話 就是叫color加index 等於什麼呢 xl加一個num 這樣子的話呢 是真正的清除啦 不過我試過這個功能 有的時候 它會變成 好像底色不會啦 可是如果是框線的顏色 或者是字的顏色 而反而會變不對 因為你清除實際上是把它變成原來色 可是它清除的話是變成原始的顏色 所以這個地方給各位參考 如果說你們可以試試看 將來要清除沒有顏色的話 當然標準的寫法是用colorindex 等於xl 這個是xl num 沒有顏色 我這樣做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用這個方法 我把這個注解掉 假設輸出 然後清除的話 其實 看起來好像沒有不一樣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只是把原來的顏色甚至連框線都看得到 可是如果你加白色 好像這個框線就不容易沒有出現了 這個我想你們再自己比較一下 那至於這個效果喔 主要是能夠符合你要預期的效果其實就可以啦 所以我順便講這兩種 那最後的話當然喔 如果有個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請自行再想想看 就是我要斜邊喔 斜斜的 斜斜的 對角線的意思 那所以喔 邏輯應該就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 i能夠被 mode 能夠等於0 mode3等於0 那這個對角線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吧 第一個邏輯是 有沒有發現 如果 i 等於 j 第二個邏輯是 應該是 i 減掉1吧 應該是減掉1之後 加上 j減掉1 等於多少 等於10的話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邏輯喔 而且這兩個邏輯喔 不可能同時 不可能同時 所以這裡的話 一定會有個and或偶 所以這裡應該 不可能是and 不可能說同時相等 又加起來 等於10 如果是 and的話 只有中間這個 有沒有 55 差點可能兩相等 又加起來等於10 如果說你要是斜 線的話 就叫 or 和 邏輯的話 你就把兩個邏輯放上去 然後呢 把剛剛的那個 其實程式也不用需要修改 就把邏輯改一下 就可以做出 我們一樣的這個效果出來 我想這個等於延伸的練習題 你們自己試試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字的 就是 朱春哥的底色 就可以很方便的把它做一個修改 前面還有講過啦 字的顏色啦 你那個 風color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紅色 我只是說沒有假 你 就可以很方 以後的話 只要在一個視算表範圍裡面 你要抓出什麼樣的資料 符合什麼樣的條件 就給什麼樣的底色跟字的顏色的做法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設定一個欄跟列的範圍 這樣做出來 換一個 你要的這個格式就可以做出來了 不過這邊的話我是沒有做那個 框線部分 框線部分 那框線部分的話 剛好又有同學 非常認真 在那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有一題 剛好又是同學問的問題 他就是 把所學的VBA技巧 用在因為他好像是飯店業的 然後剛好他是每天要幫客人排桌 所以他就利用VBA呢 寫了一個什麼 自動排桌系統 就是剛好驗客的時候 那 要怎麼樣去排位置 他就寫了一個 不過他最後 缺了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就是框線他不會加 像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把框線加上去 有沒有 框線要怎麼 怎麼去排列 怎麼去組合 如果你不會的話 怎麼做 所以其實這邊也可以順便講一下 框線的部分 那如果說這邊的話 我希望 在哪個範圍幫我加個框線 怎麼加上去 這邊的話 可能就要再多了解一個叫 Bolder的一個物件 在VBA裡面 他可以幫你去 做那個框線的設定 好 好